董事基金會的董事長 我的名字叫做謝孟雄 現在擔任董事基金會的董事長 學生的時代 我就很喜歡運動 所以今天談運動紓壓的問題 我差不多快八十年來 幾乎是最喜歡的一種嗜好 到了高中的時候喜歡打籃球 那時候籃球場也不過一共三個而已 兩邊六個籃 中午一下課的時候就要搶籃球 所以十一點就把便當吃掉 十二點就去搶這個場地 每天如此 我有時候說運動都是一種休息 這個是我自己體會 運動以後身上的這個機能 都會感到特別的舒暢 比睡覺還要好 比這個睡覺 有的人說有煩惱睡不著 就是因為沒有運動 你有運動的話你煩惱就沒有了 煩惱沒有的話自然這個身心愉快 你睡眠就比較好 我先付謝東銘的講 為什麼叫動物 你是動物就要動 你不動就不是動物 這要活動 要生活 這個裡面都有動 動字在裡面 所以人一不動就像一灘死水一樣 他的生活機能 都不能運作 運動其實就是生活 為什麼運動是生活 就是你一天的當中 你要把運動給你三餐 你三餐不吃你都會想到 你應該一天沒有運動 覺得面目可真 以前人家說 一天不練書面目可真 古人常常這麼講 其實一天不運動 面目也很可真 精神不好 所以這個東西 我想就是變成了生活 變成了習慣